所以批次 然后做完之后 可是后面我们会解决 自动调整栏宽这比较简单 Colums A到L 栏 AutoFits 其实就自动调整栏 不过我想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可以留在后面再做 然后 下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何删除列 删除列有几个方法 这个是用 里面Excel里面的功能做出来的 另外一个是用VBA 不过我是建议用VBA写 好像前面我们有写过类似的东西 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吗 我讲过来 倒过来 反向 反向 就是从 最下面往上删除 为什么要往上删除 因为你如果往下删除 它会往上又地补了 然后顺序会乱掉 OK 所以我们要删除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我已经 先做好一个给各位看 向这边执行 你目前可以看到里面都有多余的 向这边都多余的列 那我如果把它执行过的话 我就是在底下 插入一个sub叫删除列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按下去 瞬间全部都不见了 只会留下什么 第一个 其他的通通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学 因为很多时候 真的你如果不会用VBA 快速的把你不要的列删掉的话 那真的很麻烦 你可以在那边看 删掉 看删掉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所以类似的功能 你以后可以拿到你工作里面可以用 我觉得还蛮常用到的 什么东西不会 你就不要用眼睛看 你用程式去帮你看 那逻辑上面的话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怎么做 我因为删掉了 我要重来一次 再把它下载一遍 下载完之后 它变成说下载 多一个 多一个 那我要怎么删掉这些东西 我前面讲过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 先移动到最下面的这个地方 往上去找 如果呢 它的A栏里面是日期 而且应该里面有没有空白 好像没空白 所以呢 如果是Sales I列的A栏 等于日期的话 那就把这一列给删掉 那如果你是由下往上删 删掉它的话呢 那再来你往上走 不会影响 因为它只会往上地步 但是如果你由下往上 其实这一题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如果刚好会有一位地骨的关系 而造成漏山资料的话 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写法的话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因为前面有写过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来看 For I等于最下面一列 A1向下追踪到的列 到第二列为止 为什么第二列 因为第一列要留下来 你不能把第一列也删掉 那就没有标题 没有那个栏位名称了 那后面一定要记得step-1 step-1是越来越少 这个如果没有加 它变成跑一次就结束了 它不会往上 一定要step-1 再来的话我们做逻辑判断 if sales idea的A栏 如果里面等于日期的话 这个当然还有别的条件 反正我们看得到 习惯上会拿那个A栏里面的资料来判断 如果它里面是日期两个字 这样把它内一列 特别知道内一列删掉的话 前面好像有讲过这东西 把它delete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设一个中断点 我把它执行一下 那它一直跑了 跑到第几列呢 1516 1516刚好哪一个呢 刚好它找到的是这一个 1516 这一列把它删掉 所以Rule 这个把它删掉 按F8 删掉了 再来就往上再走 所以再往下走 它又找到了 找到的话 1415 所以往上1415 应该是在这边 它一直跑到1415的地方 它又看到什么 日期两个字了 然后呢 因为我这边习惯上 因为主要是给各位看比较清楚 所以这边我是一个中断点 当然你平常 因为我怕是你看一下过去 你就不太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边的话 那我一样按F8 它这一列就又删除了 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全部执行 好这样就OK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解决的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 就删除列 那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已经删除不要的列了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 这六个号码变成独立出来六个号码 那我想到的是这样 我先把D1 这边先输入1好了 那特别号把它摆这边 然后这边1到6 所以我这边输入1到56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话 先输入1到6 那我把这个的号码把它剖开来之后 放在这边来 应该知道我那个逻辑了 那当然你第一个先彩排一下 第二个我们再利用那个资料剖析 录制据起来 因为这个如果用CVI的程式来写的话 是也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那个程式会比较复杂 那因为刚好已经有的功能 我们就直接来用 所以1先把这边1到6 2的话游标放这边 记得哦 资料剖析是你要剖析的范围再选取 你没事不要选到上面 黄鲜市同学看到蓝领域就把它选这样 不要选 游标放B2 Ctrl Shift向下 把你要剖析的范围全部选之后 再切到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1请问一下 你要剖析的东西是固定宽度呢 还是符号 看起来应该是符号 所以请符号 下一步 那你的符号是什么呢 逗点 OK没问题下一步 再来的话他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 汇入的资料要放哪里啊 他跟你讲说B2 B2就盖掉了 所以不对目标储存格请你把它改成B2 他就会什么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个豆点就一个 刚好我们有六个嘛 所以他刚好就六个栏 就分别把资料切开来 放在后面一到六那几个栏位里面 所以按下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这些全部都过来了 那再来我就把什么呢 把这一栏怎么样 不需要了 所以按右键把它删除 完成了 OK应该可以懂的 只是说那个 特别号跑到前面而已 我想这应该不影响 这个就已经剖开 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些栏悬起来 自动调整栏宽 就完成了 所以刚刚是快速删除列 然后呢 请各位待会先利用什么资料剖析 把它剖开 再来就录制那个锯齐 所以我把那个重点再回顾一下 原来是这样子 备注有没有 我们先一到六 一到六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选起来 剖析过来 然后最后把这一栏给删掉 请各位待会就把那个锯齐先录制下来 然后就会有删除列 跟资料剖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